日前,英国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3D打印技术打印出了活体胚胎干细胞 后来经过实验证明,这些干细胞仍然能保持着人体胚胎干细胞的正常分化能力 来看看 人类胚胎干细胞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并形成人体内的任何一种细胞 它们被视为人体替代组织的来源 它不仅能够修复出现功能障碍的心肺器官和受损的脊柱 还能治疗帕金森病甚至秃顶 在医学上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日前,爱丁堡赫里奥特瓦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生物制造杂志上报告说 它们已经利用最新的3D打印技术成功打印出活体胚胎干细胞 这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改造了一种计算机控制的加工机器 为它装备上两个生物墨盒 它们在两个生物墨盒当中装满营养液细胞培养基 并把胚胎干细胞放入其中的一个生物墨盒当中 这些胚胎干细胞通过计算机控制的阀门高精度喷洒在培养敏中 两种墨水交替喷洒 使干细胞在培养敏的小孔中形成大小形状最为合适的小块 以保证干细胞保持最佳分化能力 实验证明超过95%的干细胞在被打印出24小时之后仍然存活 说明打印过程并未杀死这些细胞 超过89%的干细胞在三天后仍具有多能性能够分化出多种细胞组织 这一技术将有助于制造出更精确的人体组织模型 未来有望实现通过患者自己的细胞制造3D器官供移植使用 科技的发展速度真的是太惊人了 不仅解决了医疗上的难题 而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还有乐趣 所以我们的生活带来了